今天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你别这样天王 别这样 这位大王深夜将臣子叫到身边 一上来就动手动脚 要将她纳为王妃 苏三娘一把将人推开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枪 要来个鱼丝网破 你如果扔要胡来 我就先打死你 然后我也死 色迷心窍的红秀全彻底清醒过来 白白手就要放苏三娘离去 她却不肯罢休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她要让红秀全下旨 解除她在宫中长巢仪的植物 苏三娘原本就是 征战在外的女将军 是红秀全起了色心 才将她安排到身边 现在她表明了态度 便不想留在宫里 她越是这样神圣不可侵犯 红秀全越是为之着迷 真没有夫妻啊 你别怪朕 朕是真的爱你 那你就把她留在心里吧 红秀全敬佩苏三娘的为人 想封她为侯 三娘却坚决不要 论功劳 原本也轮不到她封侯 也免得让别人说三道四 还以为苏三娘是 卖身求容 求来的侯爵之位 朕封你个恩赏丞相 事后你会说我苏三娘 是用手枪逼封个丞相的吗 那怎么会的吧 红秀全不再说话 好似发现了什么一般 惊奇地向身后看去 没防备的苏三娘跟着回头 要想杀你 现在就可以 开枪吧 朕和你开个玩笑 尽管苏三娘多有冒犯 可红秀全还是选择原谅 写好诏书 成全了她与罗大纲的一桩美事 苏三娘也是感激不已 她虽然做不了天王的妃子 却能做她最忠心的臣子 陛下告辞了 历尽千辛万苦 苏三娘终于能和罗大纲团聚了 然而 当她找上领兵在外的罗大纲时 看到的却是她客套疏远的样子 请啊 张朝仪总得给点面子嘛 我不是张朝仪 我错了 如果恩上丞相有何教育 请随时告知 苏三娘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逃出虎口 却被罗大纲这样对待 她将人叫到房间 当面质问 你是把我当成下贱女人了 是不是 你是天王身边的人 怎么能说是下贱 你还敢说 你跟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变了 罗大纲不愿多说 只是进宫一趟 苏三娘就得了个恩赏丞相的风赏 这其中究竟什么原因 想也知道了 她还有什么好装模作样的 不就是牺牲自己 换来的荣华富贵吗 想当初天王非要让她进宫 罗大纲就看出她的寄予之心 想带着她一走了之 是苏三娘自己不肯走 还说有办法应对 这办法难道就是亲自现身吗 现在我明白了 你终于的是她 你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 苏三娘没想到 自己宁死也不肯妥协 拼尽一切才逃了出来 可罗大纲竟然宁可听信谣言 也不信她的话 她哭着脱下外衣 要自证清白 我今天就给了你 我让你看一看 我是不是个黄花闺女